詞曲 李宗盛 第一次聽她的新歌《新來規劃》的時候 知道她的歌背後的意義 以及跟Jealous開會 她很想送一首歌給 尤其是在香港這個城市 我們很多不幸的事情發生 很多學生會選擇去自殺 為什麼呢? 是不是我們每個人的成長出現了這些問題? 究竟是我們的價值觀出現了問題? 是我們的社會出現了問題? 很多不同的東西值得我們研究 所以這次的音樂影片裡面 我們涉及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也算是視訊和故事都想放進去 譬如會有討論到病人那樣東西 我們這次邀請William 他是幫自己教了一個喪禮 因為醫生說他天生皮膚癌 其實基本上十幾歲 他就已經可能不會在這個世界上了 但是他靠他的堅持、靠他的精神 去生存到現在這一刻 另一個來邀請了一個白化症的朋友 去做一個學生的角色 我們想透過他 無論他的外貌 他的演技 他在MV裡面的所有行為 去表達到 究竟現在學生在受的壓抑是甚麼 大家好,我叫阿玉 今天是二張課 我有一份深夜拍攝的演員 如果我是中學生 我最深刻都是 那些中學生為何會選擇去輕生 可能跳樓 因為一些無謂的學校壓力 或者功課壓力 就這樣去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因為對我來說比較勤 所以印象都最深刻的 另外我們又請到另外四位的不同的 Actor 和 Actress 就是做 譬如女生 就會是說這個世界對美學的價值觀 究竟我們高矮肥瘦 我們究竟身材要多好 我們的眼耳口不如要多美 才叫美 美的標準在哪裡呢 那男生表達對愛和性別的價值觀 究竟這個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愛的呢 他們可不可以做回自己呢 其實我這次拍攝的時候 有一刻是挺深刻的 就是當這個白化症的學生 選擇去輕生的時候 一個天生皮膚癌的William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 會有什麼感覺的時候 當我拍完那個照片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 跟我說了一番說話 我覺得很感受到我的心 就是他們說 一個就是我白化症的 我天生就是缺乏黑色素 但是William的皮膚癌 就是我天生有過波的黑色素 他說其實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只要我們兩個加起來 我們就是正常的了 總之這番說話我覺得很感動 你縱使身歷路太難 留在舒適 小寶女 未能推翻 情緒人環有勇氣 更加反彈 港式二路結了 幾多時間 說青春 只可以 用來感嘆 別要信這寫話 標準別要習慣 感嘆 我們詐能夠